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进入所见深度调查报告 全球外卖APP快速决定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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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方便的同时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没想过 我们因此付出的环境成本到底有多高 以餐点来说 首先它必须要层层包裹 才能够避免运送的过程中打翻 光是这一部分一年下来 粘贴用的胶带跟纸箱 足以绕心地球425圈 那么另外还包括了餐具 光是台湾一年就使用了 50亿双棉洗块 15亿个免洗杯 那么重叠起来 相当于它的重量有一万只大象 这些懒人经济 正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成为一场生态豪杀 午餐时间外卖APP跳出优惠期客 各式料理便当面食任君挑选 一份餐也能叫外卖 瞄准的是懒人商机 但看看这一人份餐点 就使用了三个纸盒和一个纸碗 还有免洗餐具 公司行号最爱叫下午茶 外卖平台订单选择多 一杯热的水果茶 一杯冰的水果 今天蜜糖土司跟松露薯条 防止餐点因摇晃一出货打翻 使用了大量塑胶盒和塑胶袋 外送圆拎了就走 塑胶 塑胶还是塑胶 塑胶汤匙一把抓 晚餐时段懒得走出门 再叫一次外卖 一人份便当 只有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塑胶盒 台湾每年餐饮商机 高达4300亿元 外卖就占了5% 根据外送平台统计 一整天下来 一个人平均使用10个塑胶盒 吃完就丢 数量相当可观 学者把这种白色污染现象称作白色围城 中东他们那些欧伊西里国家 他们生产的这些石油都是太便宜 所以他们做的塑胶料也都很便宜 所以你这些东西要回收 它的这个价值可能比不上那个处云料 在成本考量下回收太耗时 台湾人一年用掉了50亿双免洗块 15亿个免洗容器 重量加起来6万公顿 相当于1万只大象重量 然而浪费的不只是杜胶残盒 现在有多少人购物不出门 办公大楼收发室堆积如山 全是上班族的网购包裹 这是刚才领到的网拍包裹 外头先是一层塑胶袋 我们现在来拆封 塑胶袋 纸盒 气泡袋和纸张 只是为了包裹着这两副耳环 换句话说 没网购一次 就会制造这么多垃圾 网购制造的垃圾 还有防状缓冲物跟胶带 鞋子外层裹泡棉 衣服先用纸张包装 接着又是一层塑胶带 亚洲网购人口第一的中国大陆 2016年就用掉了102亿个包装纸箱 包裹棉体用的胶带 长度可绕行地球425圈 台湾网购包装耗材也同样惊人 环保跟消费者跟商品完整 本来就是有某些冲突 像这个水壶因为它里面是玻璃的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曾经有 就是没有这样包 可是发现送到消费者手上都会破掉 那破掉客人一定会推货 那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损失 那像相机是一定要包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电子零件 那如果你没有完整包装的话 它因为货运时期通常都会比较出炉一点 所以到客人手上的时候都会一些坏掉或是裂痕 所以像这类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做到完整的包装跟保护 我自己心目中最环保其实还是属于包子 那包子的好处是因为它咳嗽性高 那保护力够 只是有缺点就是它比较脏 那我们有遇过有些消费者打开的时候 会觉得嫌包子脏然后跟我们复品 可是我们也遇过就是我们用气泡值 客人觉得不环保跟我们复品 加上拍礼得摔不得 文具礼品也怕壮 就连一支笔要寄出钱也得包装 比他们在运装过程 如果受到剧烈摇晃的话 我们是有遇过比如说笔心掉出来断掉 气泡袋叠起来比人还要高 中药节日前夕 通常一天就会用完 我们有做操装取货付款 那有些客人没有领他就会退回来 那虽然说运装过程 他可能会有一些账务或是一点点破损 可是我们会评估状况 如果能再使用的话 我们就尽量继续使用 其实我们有在讨论一些环保议题 就是如果客人收到我们的货 拿到我们的纸箱 那我们可能会上面留一个序号 那序号可以来我们店里换相对应的一些 比如说小回馈啊 小购物金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目的就是 如果客人愿意把纸箱再还我们 我们又可以再做二次使用 网派业者环保意识抬头 希望从源头开始减量 尽可能不要过度包装 全是因为 这些垃圾会随着洋流距离 其中最大的就是太平洋垃圾带状漩涡 范围有20个台湾大 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鸟类 信天翁 栖息在太平洋中央的中突岛上 成了塑胶污染的无辜受害者 肚子里全是垃圾 胶带甚至还有印着中文的打火机 台湾人的每年平均生产的垃圾是全球第13名 就是我们一年平均下来一年会生产46000吨的垃圾 一年会有181个塑胶袋 就等于成人大概每天会用掉三个塑胶袋 塑胶后财污染 充斥你我周遭 外卖摊河 层层堆叠 网拍包裹 货度包装 付出的环境成本 人类择无旁贷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全球的商业发展都是线性经济 也就是人们在生产消费的过程 不管食衣住行 原物料用完就丢 专家预言以人类极度浪费的速度 那么现有的天然资源 像石油天然气 恐怕只能够再撑30年了 而其实这些平常用完就丢的东西 许多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达到循环经济 比方说塑胶杯 那么在这个牛奶瓶也可以 彰化有家工厂就再制 把它变成了洗髮精的瓶子 还有口红盖 或者也可以做成手机架 另外像废轮胎回收之后 也可以做成轮胎的补偿剂 或者是碳粉夹 这些都有效减少了 对环境的污染 走进大卖场 两排塑胶制品 列队欢迎 拿在手里 一到20分钟 就被丢进垃圾桶 可曾想过这些塑胶 最后跑去拿 现在人离不开 却又讨厌 速消鬼兽 就是因为万年难封解 环保人士提出警讯 106年8月起 人类已经用完 今年度自然资源的年度份额 在剩下的四个月里 要靠地球借债度质 消耗预知 来年的天然资源 像是石油与煤矿 其实石油 之前有人讲说 会很快的耗解 40年内 但是可能最近 刚好美国又开采了 一些业盐油 但是开采源油 其实是很污染环境的 因为它会用到一种化学药剂 它可能会污染到地下水 而且在转地的过程中 可能会引发地震 清洁剂用完就扔 再买新的一罐 物品依照着原料 生产 销售 使用 废弃等步骤 这称作陷阱经济 太旧换新过程 资源也跟着浩劫 想改变现状 得靠循环经济 全台湾2号和5号塑胶40% 都会回收到彰化这些 回收工厂里头 再制成新的产品 据来说 我手上的塑胶笔馆 就是一个摇摇杯 再制而成的 循环经济强调的是 产品被使用够 还能重生再利用 2号塑胶大多是清洁用品 洗髮精瓶和牛奶瓶 材质是HTPE 高密度聚乙烯 容器多半不透明 5号塑胶是饮料杯 微波炉餐盒 材质是PP聚乙烯 塑胶来到回收厂后 先人工分类 HTPE和PP 之后送上纸线 确认全是同种塑胶 清洗杂质 检查没有任何金属和石头 接着送入粉碎机 这一颗一颗的 它其实它的来源 就是它的前身 它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刚才说的清洁剂 杂色品 那因为因应客户要求 我们会把它添加 黑色的色母进去之后 然后直接用燥力机 经过加热熔融过滤 然后做成小小的塑胶原料力 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是我们一般 汽车的内轮拱 货车应该说货车的内轮拱 那它的这个材料的上被子 其实它就是我们常看到的 牛奶品或清洁剂品 这样去做出来的 除了工业用途 塑胶回收制品 也渐渐走入民生用品 后面这个是PP的塑胶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珍珠奶茶杯的一个塑胶 回收以后可以做 非常多的一个东西 包括射出的一些东西 包括文具类 甚至可以做口红的盖子 喝完的摇摇杯 且进后放入回收桶 经过重层关卡 变成了手机架 口红盖和原自闭管 这般人对塑胶 就会有一个不好的观念就是 它是不环保的 所以它只是放错地方的一个资源 比如说像海边 那些东西都不应该存在的 它应该是回到正常的一个管道 来做一个回收 塑胶放错地方就是垃圾 在海洋四处飘 或被带到焚化炉焚烧 放对地方就变成黄金 国内第一支 百分之百回收塑胶制成的 中价位洗法精瓶 原料就在这里诞生 前身是牛奶瓶 华尔街日报报导 斗大标题写着 台湾是全世界垃圾处理的大咖 2015年拥有55%回收利用率 其中台北 京北 更有高达67%和63.5%的回收利用率 我们也不能再像过去 无止境地挥霍自然的资源 及国民的健康 所以对于各种污染的控制 我们会严格把关 我们更要让台湾走向 循环经济的时代 把飞行物转换成再生的资源 若要达成不该只是口号 生态环境学者指出 飞轮胎是躺在地上的黑钻 塑胶瓶是浮在地面的石油 但重点是要放对地方 一个人回收是榜样 一群人回收就是力量 中游计划在桃园大潭 藻礁的关塘工业港 先建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结果引发了环团抗争 藻礁的形成至少历经7500年 多孔系环境是海洋生物的育婴房 例如像是猪螺 草席中螺 还有花冠海燕以及小章鱼 还有各式各样的蟹类 以及海洋生物 那么他们用这个藻礁 在这附近产卵孵化 小小鱼血一出生 就有各式各样的藻类可以使用 又可以躲到空隙里面保密 平安长大超游向大海 因此这种藻礁环境 对于生态来讲非常重要 桃园海岸绵延27公里的藻礁 如今有生态系的只剩下4公里 经济发展的思维底下 有没有可能继续保有一些生机呢 记者张若瑜和卢松佑的调查报告 没有珊瑚礁的兵分和商业价值 远远看一片灰灰绿绿的 称不上美丽 只有蹲下靠近看 才会发现奥秘 它是藻礁 在熟悉藻礁的学者眼里 这是海洋生命的聚保盆 我们现在看到的藻礁到处都有洞 这个洞其实就是动物的家 是海洋生物的育婴房 因为那些大鱼它要产卵 它不会找沙滩 也不会找深海里面 那些很平坦的地方 鱼虾蟹到藻礁附近产卵 小鱼出生后有藻类可食 遇到天敌有洞孔可躲 生生不息 这支是凶猛球腹蟹 看到GoPro觉得好奇 把镜头当作搏斗雷台 用蟹熬不断敲打 小鱼在水面穿梭悠悠 这里是物种丰富的大潭藻礁 因为珊瑚本身呢 它就是形状很多很特殊 然后它成长也非常快 平均大概都有一公分 每年一公分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十公分高的 它大概就是十年就形成了 可是藻礁呢 就我们所知的呢 它的这样层层叠叠 它像全层派一层一层的叠叠起来 速度非常慢 平均二十年还长不到一公分 所以你看到十公分的话呢 大概就是两半年 珊瑚礁是生物藻礁 藻礁是植物藻礁 无结珊瑚藻 死亡后沉积碳酸钙 附着在原本的胶体上 同时具有削坡功能 提供生物缓冲的生存空间 也是天然海岸屏障 只要有藻礁的地方 大浪打上来明显削弱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藻礁 是经历了7500年才有今天 尽管它有绝美的生态系 不过从前并没有被人类所重视 直到2007年 台湾人开始觉醒 不过破坏从未停止 2001年 关塘工业区和大潭电厂开工 就在这片海岸线新建连续突蹄 当时有一公顷的藻礁被挖出 第三天然间接收占预定地 与藻礁距离仅2.4公里 环顾台湾1600公里长的海岸线 有藻礁分布的不到50公里 只有新北市淡水 石门 三支 屏东恒春半岛东岸 看得见踪迹 全台湾最大的藻礁群 在桃园 北起诸位渔港 到南端的永安渔港 绵延27公里 也是全世界目前最大的藻礁群 我们的燃养的区位 是会包含到 关心藻礁跟海域藻礁 那我们的具体的行动 就包含了像 强化藻礁保育 服务及社群回馈 满心教育 这个几年之内 它可以变化出我们吗 那表示说藻礁的复运是很快的 它会天然复运的 所以根本不是问题 中油方生态学者 信誓旦旦 藻礁富裕 不是问题 可能吗 我们在这里 有时候难免会看到 有一个破碎的小礁块 那这些小礁块 它其实在一次的涨潮 它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一次涨潮就够了 更何况当涨潮的时候 如果是在东北季风 强烈的时候 连人都站不住 那么这些小的礁块 就到处的滚动 不知道滚到哪里去 根本没有机会在新的地方定下来成长 藻礁这样的东西没有办法富裕 除了他们当时也把藻礁同心又填回去 但是那些藻礁最后还是被海浪的冲碎掉 除了天然气接收站开发争议 长期受工业废水污染 让真正存在生苔气的藻礁 缩减西背 只剩下4公里 工业区排放的废水 或者是说一些工厂排放的废水 流到大海 把我们藻礁附近污染了 那这个地方的生态就降低了 最近几年我们就看到 永安渔港现在的渔获量 大概是民国82年的三分之一 那竹尾渔港更惨 竹尾渔港现在大概只剩下休闲观光的功能 藻礁这样的环境呢 破坏的时候 我们的食物也会减少 早期像这个我们站在的位置呢 以前有蛤蜊 我们就只要去看它那个有洞口沙口 我们就可以挖起来了 然后早期像我们的天气有稍微改变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就是乌 人家讲乌贼 乌贼就是现在的那个章鱼 早期的话我们要在海边要抓这石斑 抓鱼类的非常简单 不现在现在要找它的中鱼都非常困难 就是这边就是场景上受到污染 还有第二个一些开发 让这些生态都锐皮掉 工业废水把溪流染色 溪流汇聚构 荼毒河川和海水 究竟被污染的多严重 透过采样可以证明 溪水里氨氮值爆表 另外检测COD 也就是生物在水中需氧量 同样不及格 生物在水中它能够活着 那个氧气量就是它们的一个 基本就像我们要呼吸控制一样 环保学曾评估 如果要恢复藻礁生机 COD还得再下降30% 藻礁的当地人来说 不单是海洋生态 还有人体健康 猪螺或者是利螺 草极钟螺 海瓜子 这一些它所含的重金属的含量 我们用肉眼看不出来 没办法肉眼看出来 而且吃起来口感差不多 所以民众没有警觉性 看不见的毒性最可怕 台湾面临飞河能源转型 2025年天然气发电占比 将提高到50% 人类能源需求 与数千年历史的藻礁 孰轻孰众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常听到的 用完的酱油瓶酒瓶 拿到杂货店家回收 店家就退给你两块钱 其实这些不要的 空酒瓶废玻璃 都可以100%回收再利用 位于新竹香山的春池玻璃 50年前就从这个 没有人要做的 回收玻璃开始起家 如今打造出 年营收5亿元的玻璃产业 为了达到循环效应 还特别花了一年多时间研发 把难以处理的面板玻璃 变成了耐震防火的 高科技绿剪材 同时也跟知名反财的 厨师江振成合作 用回收玻璃设计餐盘 透过跨界合作 创造了玻璃的新价值 台湾每年备玻璃回收约22万公吨 减少碳排 相当于1000座大安森林风源 吸收的碳排量 其中约7成的玻璃 最后都来到位于西竹的玻璃回收场 一开始 它就已经把这个材料 当成是可以用的材料 而不是把它当成废弃 它不是只取它要的东西 是想把所有的玻璃都可以循环再利用 回收的废玻璃要创造价值 一开始最重要就是要做分类 而你看到这样这个分解台上面 它回收的废玻璃什么都有 所以要靠人工把它们做分色分类 而这里一个月可以处理上万吨的废玻璃 每个工人下方都有固定槽 同类同色的玻璃都会集中在一起 废玻璃循环利用一定要分色 一般分成的三类 透明的可以做高档液瓶 棕色或绿色可以做成酒瓶或容器 混色的只能当第一阶的铺路材料 过去的话也许是用人工去分 后来的话我们是用光卷机 是用光去辨别 然后再用高压空气去分类 回收玻璃看似简单 又是盲力很低的产业 为了建立竞争的门槛 公司第二代接班人吴廷安 在英国剑桥大学工读工业管理 回来担任特助 成为推动公司转型的关键人 用自动化解决最玻璃 不好分类的问题 效率也提升十倍 以前我可能分类 只能把百分之七十的东西分出来 百分之三十的就要做比较低阶 比如说沥青薄油的使用 但是我现在用光学分选 或者是机材分选的话 我们可能百分之九十五 都可以把它分类出来 小学毕业以后 我就去当学徒了 那个 那时候再吹那个杯子 吴春池靠双手打天下 在1970年成立的玻璃回收厂 当时是台湾玻璃产业新盛的时期 光是新竹的同一条街上 就有四十家的玻璃厂 现在只剩下这一家 走出循环利用这一条路 废弃玻璃可以变身高科技解能砖 及工艺品 靠的是老师父手 所以说多久了 52年了 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个 都有改进了 70岁的郑先生 堪称国宝籍的玻璃老师父 却念灵找不到学徒的困境 找很久了 不管是做跟学校的一些 寒假 寒暑假的一个建教合作 就是户外教学 跟学校合作 那目前是 目前 我们跟他们 集所学校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但是没有半个留下来 20岁的林佑明 刚退伍就来当学徒 是窑路场内 仅有的三名学徒之一 因为我父母也在这边 也是从事玻璃的 然后想说来试试看做玻璃 老多久才能够出师 老多久 这我也不知道 工厂 工厂 大概两年吧 两年有可能吧 除了经验传承不易 春纸玻璃 四年前 也曾经遭遇经营危机 整车回收的是面板玻璃 手机平板荧幕 上面的LCD玻璃 因为添加了氧化铝硬度高 融解不易 连回收商也看不上眼 公司在短短十个月 累积四万公斗的库存 因为处理技术还没到位 还得向银行借贷五千万 维持营运 我的客户变得很不喜欢用这个材料 因为我搞不好本来我的制程温度 只要1500度 那因为这个材料我要用到1700度 那我的成本是不是要增加 虽然它做出来的产品比较好 但是它的成本要提升很多 客户根本不需要 不容易溶解 那它的优点就是防火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思考说 那如果把它做成耐火 或者一个接能砖 是不是就很好 一个创新构想投入研发 发明出隔热隔音的高科技绿建材 以900度高温的喷枪 现场试验成功 百分不如一键 自己摸摸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自己摸的感觉完全没有 对 完全没有 它这个隔音 你看 你可以摸摸看 上面其实有震动 对 我的音没有关掉 回收玻璃身价大不同 如果是制成原料 每公斤卖一元 以量比喻做成了防火建材 每公斤可以买五百元 至于玻璃工艺品 每公斤卖价达一万元 在被玻璃的循环经济里 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它的价值 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品 不但是用再生玻璃制造 而且是卖进了101 以这个花品来说 售价四万多块 它创造的就是上万倍的价值 我们跟一个非常著名的厨师 叫做江振成 弱的主厨去合作 设计了一个餐盘 用回收玻璃做的餐盘 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餐盘其实它赋予的意义 并不只是说它是一个漂亮的餐盘 而是它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价值 因为这个跨界的合作设计 它变成市场所需的一个餐盘 那这个餐盘其实在市面上流通 或者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其实就会帮助前面的循环 跨界和各领域的设计师合作 要达到全循环经济 因为我们自己做研发 它可能还是有自己的受限 因为其实我们做的这块砖 也算重新设计 但是我们都要花很久的时间 才创造出一个新的市场 但如果用外界的力量 来帮忙我们的话 其实就创造出很多新的价值 帮费玻璃打造新舞台 除了获利 也为永续发展的循环经济 树立新典范 发展了经济却破坏了环境 其实两者孰心孰重 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 我们继续来看 被誉为是死亡癌症村的 昌华台西村 这里距离六亲 只有短短8公里 原本1000多个人的小村子 5年下来有28人罹患癌症 加上农地大家都休耕 这个人口严重外流 常住人口只剩下200多人 几乎快要灭村 就在这样的危机当中 50岁的许振堂 毅然放弃了台北的高薪跟退休金 返乡筹设设公民电厂 争取成为台湾第一个绿能示范村 要为台西村拼出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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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做什么事 你说要关心你也没有关心 彰化台西 一个位于浊水溪口 很少人去过的小村落 20年前 这里原本有1600多人 种的大西瓜也是全省有名 西瓜我还记得 我们村里面很多人去买房子 一假的西瓜 賣完就可以去买一栋房子 原本的世外桃源 接连面临农灾 大面积休耕 人口外流 只剩老若死守村子 最直接的见证 是台西村一栋大型建案 少见的集合式住宅 那这边的空景就很明显 你看你现在看 几乎就更看不到烟囱了 11点钟的方向 在这个位置 那一个地方就是六青 很严重 你不要看这个 这个真的很严重 这里距离六青八公里 原本是盖给六青员工居住 上班不用半小时 一户三层楼只卖280万 这样优惠的条件 却一户也卖不出去 他上二楼就看到他们的 六青的公司 他们的公司 他说这不行 我们都到别地方去住 六青员工宁愿多花一倍的时间上班 住到十几公里远的顶庄 也不敢住到离公司近的台西村 十分讽刺 这算是台西村的文字馆 那也是台西村的大洋楼 那连这个地方人不能住 就密封来住 2013年 徐震堂和好友摄影师 共同举办南风摄影展 追踪村民癌症过世的真相 一张张村民捧着遗照的黑白照片 控诉着偏乡的哀愁 南风啊 他去白红 过来正当啊 是超无限的 那个男人都在展示 那些纸钓都拿一个相片 很多记者或者你们导演呢 那带我骑这个水 我都讲不很伤心 一排这么多人 这里面像这蚂蚂蚂住在这里 像这个 那这一个 那这一个他们身心 那这一个他们大伯子 你把他们想起来 那里面不够堂拿 拿着偷摆 你看到了死亡 可是你却不拍死亡 我说我住这边 每拍一次就是我的痛一次 五十岁的许正堂研究所毕业之后 就在台里工作 从高铁做到电信业的高阶主管 两个孩子还在念大学 自己再过几年 就能拿到优渥的退休金 却毅然离职返乡 筹办公民电厂 要走出悲情 透过绿能 让台西村活起来 如果我可以透过一个小社区的电厂 让里面看到希望 就好像村子里面 透过太阳能 点一个光明灯 何尝不是如此 目前村里的显荣工 在厂商赞助下 架起了第一块太阳能板 足够供应庙里的电力 跨出公民电厂第一步 从一个所谓的公民参与的 一个精神的条件里面 是我们现阶段 在台西村里面可以做得到 它虽然不能满足所有的社区公民 但是它可以让一部分的公民 想参与 而且是开放性的参与 自己的电厂自己干 台西村谈好三块建地 架设太阳能板 预计产生415千瓦电力 台西村的公民电厂梦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一块大概占地有280坪 也跟地主谈好了可以架设太阳能板 但是问题来了 预计架设总要花三千万 钱从哪里来 徐政棠的想法 三千万的建制成本 是让居民 企业 政府一起出钱 以台西村为主体 营运维修增加了村民工作机会 电厂盈余 则是回馈到地方医疗 长照等健康照顾 其实在资金的部分 其实政府能做的比较多 或是比较确认 基本上就是融资 但是对于小型社区的 他们的融资的困难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马上解决 这个倒是比较确认 那我们也有在思考一些 补助的方案 就是补助设备 希望政府说把这个地方 你要关心把这个地方 能不能再弄个三级 那如果他是被选为这个 最后做一个绿能示范村 政府在那边或许就可以 投资一些相关的资源跟设照 不过这些方案 都还在讨论当中 也就是说 许正堂的公民电厂梦 还有变数 就是要有一点点 我这种傻嫩傻嫩的人去做 我也老实说 这做下来 其实我也在想说 我未来的收入怎么办 我不能吃太阳能板 这个也是我现在 现阶段正在想的 就土地对融资 对各种行政流程 这些方案等等 我们会做一个 可能比较大的配套 至少把这些相关 可能鼓励的措施 优惠方案 甚至在税制上 是不是有捡面 我们讲的有梦最美 这个是一个很好 很美好 对于社区很美好的梦 能不能实现 我还不知道 我想说我给自己一些时间 那做不起来 我再赶快到外面找工作 村民觉醒 从死亡癌症村 找到绿能新生 希望延续台西村的生命力 欢迎回来 这期节目中 我们看到了回收经济的力量 用完的玻璃品大有用途 它可以回收再制成为防火砖 或者是工艺品 在令人感动的公民觉醒力量中 也正在积极挽救 濒临灭村的台西村 当我们在享受经济便捷快速的同时 记得少一点浪费 少一点垃圾 就可以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另外最近也看到行政院长赖清德 要帮全国公务员加薪3% 有企业跟进加码到5% 但是另一头调查也会显示 有9成3的企业是不买账的 还有公务员直言 根本不要加薪 为什么呢 因为调薪的幅度算起来并不大 但是因此跨越了一个急剧 它反而要克更多的水 所以政府加薪的美意 为什么人民感受不到呢 在下个星期当中 我们有深度调查采访 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卢秀芳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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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